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女生必备的神器 Abra族尺码抗军无痕内裤 有需要的小仙女请自行在简介点击某宝链接 近日,大一哥儿子朱小伟和儿媳陈亚男一次婚变升级 感情陷入僵局状态 朱小伟在直播的时候换了新的女搭档 对方长得十分漂亮,两人配合也很默契 有网友问到陈亚男,朱小伟还直言懒得理老婆 态度似乎不太友好 之前陈亚男在直播时也自爆了两人的矛盾所在 直言觉得朱小伟不上镜不爱学习 他还澄清了外界传闻 表示自己自从结婚之后没有拿过功夫一分钱 平时和朱小伟的生活开销都是靠他自己赚的 之前朱小伟和陈亚男的婚姻十分甜蜜 两人经常牵手回到老家村里 还一起直播带货 作为著名歌手朱志文的儿子儿媳 他们结婚的时候就非常轰动 婚礼也办得很隆重 台里都是用行李相装的现金 还有两个瞩目的房产证 自从结婚之后 陈亚男多次传出怀孕的消息 不过都没有结果 但是这件事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婚姻关系 陈亚男经常回到朱家陪伴公婆 还给公婆买新衣服 一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最近一段时间 两人传出了婚变的消息 一次发生了争吵 陈亚男在直播时 透露自己和父母都希望朱小伟能够学个手艺 以后自强自立 然而他却不听 他还自曝目前已经是分居的状态 朱小伟被大一哥接回了家 据说是回去学习了 小俩口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事情 还是等待当事人的回复吧 大家也不要过多猜测了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